你知道 剛剛聽董事長 他講 蘇凱35這麼先進的飛機 居然是被SAMP300給打下來 而我現在講 SAMP300是連無人機都把你摧毀的 你怎麼可能把蘇凱35給打笑 代表說你有另外一個眼睛 你有另外一個雷達 你有一個通訊指揮系統 而現在 導播我們再回到 這個前兩天我們曾經談過 這一張照片是 一個烏克蘭的戰車 躲在一個古商旁邊 旁邊有兩個建築 你看嗎 這個角度其實非常小 我在非常腳的霞峰裡面 我這台戰車 一台 兩台 三台 四台 總共有十幾台 我就一台一台把你打掉 當然想 這已經是神鬼傳說囉 結果我們今天在把這個圖 角度全部對別了以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 當這個戰車進到這的時候 他的角度其實非常小 也就是當我看到你的時候 你搞不好就已經離開了 我怎麼可能說 在這麼小的角度 你看我剛剛看 剛剛你看到一個頭 當我裝填好 準備要擊發的時候 搞不好你已經跑掉了 就代表 也有另外一隻眼睛 全部盯著 這一個你只是負責發炮 就告訴你 發射 那很可怕喔 代表 我要把你的車速 距離炮彈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角度 我要全部都算好 然後交給你 沒有錯 因為無人機改變這場遊戲的規則 讓烏克蘭可以以少勝多以救殺星嘛 這才是最大的關鍵 這個畫面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了嘛 這個畫面真的精髓就是說 這個烏克蘭坦克是躲在兩棟房子之間的 他擋住了俄羅斯的視線 讓俄羅斯看不到他 同時也擋住自己的視線 他也看不到俄羅斯 那換句話說 是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發射 然後你就發射 你其實坦白講 你只當固定式砲台而已嘛 那請問誰告訴他 很簡單嘛 誰拍到這個畫面 就是誰告訴他了嘛 所以這畫面就是現在告訴我們的嘛 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場烏克蘭這場戰爭 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在這場戰爭 因為無人機 因為情報戰 因為衛星 因為偵察機 完全改變 第一個我們來看亞素營的 BTR4的裝甲車 亞素營 對 你看亞素營 我們都很懷疑 為什麼可以打贏 守馬力波守那麼久 你看喔 這個右邊的是 這個畫面外的是 亞素營的BTR4的裝甲車 他面對兩台俄羅斯的主戰坦克 他只用30機砲 就把俄羅斯的主戰坦克打爆 30機砲 30機砲 多久以前30機砲 對 用30機砲 不誇張 然後畫面上這個亮亮的 就是異光彈嘛 對不對 大概五發子彈裡面 會擺一發異光彈 所以這不是後製 不是特效 異光彈就是打出去亮亮 讓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點像觀測彈 對 所以說你看到 這異光彈的時候 每一彈跟每一彈中間 其實是有 五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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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打 連續打 把這主戰坦克打爆 可是問題是 請問他哪來的標準標的 去打這些東西 上面這個無人機 告訴你的嘛 對不對 這個無人機是不是很清楚的 拍到敵人在哪裡 對 對於他來說 我就網絡目標打就好啦 另外一個更誇張 我們直接看到 另外也是BTR4 然後在馬力坡裡面 向戰的時候 你看喔 他直接先瞄準一個 BTR8R S 俄羅斯的這個 所謂裝甲車 你看 這沒閃一下就是連續攻擊 俄羅斯裝甲車 根本沒有發現了他 他就爆炸了 他就爆炸 他就掛了 打完之後更離譜喔 他轉身發現 搞不好這台車怎麼死的 他都不知道 然後你看到這個T72 他轉過來發現又沒有個T72 T72還在跟前面對抗 然後你看他側面面對他對不對 又連續幾發 這T72坦克又爆炸了 所以我就說 其實喔 遠距離或是說大會戰的田野 有無人機很方便 巷戰無人機更方便 因為你所有視野都是阻礙的 我只要告訴你 左邊45度發射 他就發射 打完右邊45度 再發射就發射 所以超猛的 這個真的是夜問 一打二 一打三 再這樣戰的時候 完全做得到嘛 那另外就是 之前他們特別做了一個報導 現在無人機在戰場上 怎麼樣扭轉戰局 之前我們講 基輔連外道路裡面 有一條公路 那個已經被俄羅斯控制了 之前不是有一個人 出來投降他被殺了 老婆還是被帶走嗎 大家非常憤怒 結果沒想到 就是這條公路 現在又被烏克蘭給奪了回去 那烏克蘭怎麼奪回去 無人機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對 無人機這讓我們覺得 好像在打電動 當然打電動是開玩笑 可是寶傑哥你看這個視頻 他真的是有個手機改裝的遙控器 然後通過 他用這個控制無人機 對 用這個手機改裝遙控器 控制無人機 然後找俄羅斯坦克到底在哪裡 你看這俄羅斯坦克 就算 他就被無人機鎖定了 他就算很隱密地躲在樹籠裡面開炮 抱歉 我把你拍得清清楚楚的 你想要躲都躲不掉 所以你說俄羅斯的部隊 知不知道隱蔽隱蔽隱蔽 他們懂 他們知不知道躲自己的刑機 知道 可是你就算躲在樹林裡面 我一樣把你找出來 對啊 我最清楚 我看到你在哪裡 然後你看烏克蘭一個個反擊 我管你躲在哪裡 一個一個反擊把你打成廢墟 那裡面也藏了一個坦克 他打得有點像在山谷裡面 結果你看 車上然後路邊 全部都是俄羅斯坦克的殘骸 所以無人機已經 你有無人機 你說這些 全部都是無人機盯住了你以後 我就透過 不管是不是演成火炮 什麼彈黃刀 都有可能 全部把你給砸掉 全部把你幹掉就好 所以以前什麼隱蔽啊 什麼我有無人機 根本不用隱蔽 因為我在上面嘛 甚至更扯是什麼東西呢 好 之前有個戰爭 所以俄羅斯坦 就這個人 這個你看 這個信存者 他就跑回家 他就跑 他一直很擔心 後面有人追他對不對 你看他邊跑邊回頭看 結果沒想要追他的人 不在後面 在上面 結果烏克蘭也很壞 也不殺他 反正就一直盯著他 盯著他 看他跑去哪裡 老巢就在哪裡 結果跑一跑發現說 好像找到老巢囉 結果他就把畫面 無人機就先往前飛 因為感覺差不多 所以你看 他那左上角就發現說 有一個營地 他們挖的豪溝 結果裡面還發現 非常多俄羅斯大兵嘛 結果他沒什麼好講 烏克蘭直接砲擊那個營地 把整個營的人 一鍋踹踹掉 就好像那個蟑螂一樣有沒有 吃了不把你毒死 讓你回到家裡 讓你整潮的蟑螂一起被毒死 所以對於這場戰場 所以我想知道你的部隊在哪裡 然後整個部隊被端掉 對 我就先不殺你 我就看你跑到哪裡 所以這場戰場 無人機真的改變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甚至還有無線電通話 現在德國或者北約 也在監聽俄羅斯的無線電通話 現在連他們決定要殺路人的無線電通話 都被公布了 換句話說是你講什麼 我全部都知道 我現在只是挑我要的公布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的無線電 每次要講什麼都知道的時候 請問你德國 你的俄羅斯 還有什麼地方好躲的 我都說叫你去山後面 叫你城鎮後面 全部都在分析裡面嘛 所以這場戰爭 是科技決定了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影響甚多 好所以董事長 之前本人以為說俄羅斯科技也不差 俄羅斯剛剛講 現在全世界最好的防毒軟體 就是俄羅斯人設計的 之前他們在攻擊的時候 我的電證車 我今天在破壞你的網路設備 特別把你的什麼ATM金融資訊 搞得大亂 這是他的一貫的手法 就沒想到全部被破了 被破就算了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戰場 不管是無人機 不管是空中的衛星 或者戰場的管理 甚至整個次空拳 那是完全新的概念 俄羅斯根本不知道 他碰到怎樣的敵人了 這個其實他最高層 他是用衛星在掌控嘛 所以剛剛那個奧斯汀講很清楚嘛 我們可以即時的告訴你 俄軍的動態 這句話很嚴重耶 所以你這個班在跑 你這個連隊在跑 你這個人在跑 我可以真正時間 即時告訴你就在這裡 他這個戰怎麼打呢 對 對不對 你俄羅斯做不到這點 你就輸掉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被主動跟被動的關係 他完全掌控在這裡 像以前我說步兵訓練的時候 攻防收緊尖 尖最難就是 我的尖兵部隊要先搞清楚 對方的武力怎麼配置 我再回去告訴我的這個這個連長 結果現在我就透過無人機 我不用尖兵了 不是無人機 不只是無人機 我認為他是一個整個立體的 一個戰場的一個管理 他那個整個東西當然是 已經是有衛 最高層就是衛星嘛 你也知道他的 史達林克已經在上面用了 史達林克用的部分 並不是民用系統的部分 他有所謂的軍規的系統 那史達林克你也知道 Ellen Musk是什麼樣一個人 他很簡單 鈔票給他嘛 他拿了很多錢 他幹這個事嘛 所以這個美國的商業科技 跟軍事科技 跟衛星科技 充分結合起來 他分了好幾個層次 結果到無人機的部分 你注意到他現在 所有美軍提供的無人機 都是攻擊型無人機 對 沒有用偵察型 就一少部分的偵察型 無人機說 我在前驅你裝甲車 你的坦克車 在前面的時候 我可能前面十公里二十公里 有一個無人機幫你引導嘛 對不對 也知道你前面敵方的 敵軍的狀態 但真正厲害的東西 是在更高通的東西 所以奧斯汀敢才敢那麼 美國國防部長敢敢大膽的告訴你說 我能夠即時的告訴你二方的動態 而且是頓巴斯的所有俄軍即時動態 那如果我即時告訴你俄軍動態 那我怎麼可能會有損失呢 我部隊要在藏哪裡 我去往哪裡攻 打哪裡你的弱點 或者我的火力應該怎麼佈局 他通通都知道 所以這個戰局 所以他現在給你看到的畫面 我講坦白的 所有給你看到的東西 都是告訴這個俄羅斯人 我可以到這個程度 你要看你要怎麼解決 他在那邊無解嘛 這個無解情況之下 中方也是一樣啊 中方也無解嘛 所以今天你要講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今天美國眾議院 他開一個聽證會 你知道嗎 美國國會開聽證會 問了國務院的國務助期 Sherman 那個女的Sherman 上去北京那個 那個最簡單的問題 他說這一次這個 俄烏的戰爭過程當中 我們請問一個很簡單 兩岸如果戰爭的話 兩岸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我們你們這個對他的這個 制裁的行動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 他很清楚的直接跟他講 Sherman說什麼 Sherman很簡單 他第一個問Sherman 第二個問那個 那個財長葉倫 兩個 同一個問題問這兩個人 兩個答案都完全相同 他問我們百分之百用 用全部用全面性的制裁的方式 全面制裁 就制裁 就制裁解放軍 他制裁中共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絕對不會放棄 一定是全面性 比這個這次制裁情況更嚴重 很清楚 一定百分之百制裁 所以他就完全假設性問題 他直接回答 對 所以制裁已經變成了基本 基本Menu 也就是 烏克蘭這一套 放哪都可以用了 就台灣 放到台灣可以用了 對 放到台灣 他確定就是兩岸 如果解放軍攻台 那美軍 美方一定會發動 全面性的制裁 就金融制裁 然後其他制裁 各種制裁手段 這是確定的 所以這個是這一次 我聽到這一段時間下來 最明確的一個表態 是在這個參議院 直接表態這個事情 好 體會 現在美國通過了租借法案 我想租借法案是幹嘛 有什麼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因為有了租借法案之後 現在美國的武器 它的裝備 就可以堂而皇之 源源不斷地進到烏克蘭 就像在二戰的時候 美國的武器 裝備所有的東西 源源不絕 送到歐洲一樣 對 1941年這個租借法案 是大家記憶猶新的 這是民主兵工廠的概念 就是美國成為兵工廠 用這種方式來借給所有的歐中國家 包含在中國的這些地方 來對抗日本或是德國 但這一次的租借法案來講的話 就是針對烏克蘭來的 這個法案名稱就是 烏克蘭的民主防衛的租借法案 所以它只租給 租借給烏克蘭 那總共多少預算呢 高達140億美元 你知道一整年北約的預算是多少嗎 25億美元 四年的北約預算 方式不只是錢的問題而已 這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什麼 最主要是能夠突破目前 美國國內的一些相關法律限制 什麼法律限制呢 比如說有一些紅區的地方 不能提供給外國的 這時候總統可以依據這個法案 來批准相關的軍備 就可以送到烏克蘭去 所以我想給烏克蘭什麼都可以給他 對 所以現在烏克蘭 他本來是拿到一些 比如說防禦型的 或是赤真飛彈 去打這個戰車而已 現在不是 現在可能要採取所謂公事作為 什麼叫公事作為 就美國他準備運用這個出界法案呢 跳脫美國現在目前的 所有的國內的法律限制 提供給烏克蘭所有 你怎麼樣打 能夠把俄羅斯的軍隊打出烏克蘭的 這些相關的所有的軍備設備 所以你可以接下來看到戰場上 可能還有出現更奇怪的一些武器出現 這新發明的武器 可能都會用在這個戰場上面 沒關係說我現在要給他重裝武器 但這個重裝武器 為了戰場需要我給你保密 代表我還有更多東西 是還有另外一種概念來講 你知道在二戰的時候 那個租界法案 使得英國掙脫不了美國的限制 二戰結束之後 英國都要乖乖聽美國的 因為我要還錢 我要還這些東西 那要還的 對 不是說天下丟下來的禮物 是要還的東西 所以你想想 烏克蘭他現在說 我沒有要加入北約對不對 他說要中立化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了 他等於說未來來講的話 全部都在聽美國指揮了 也就是說 他等於是美國附庸國的概念 對 那現在就是說 我提供你所有的武器 烏克蘭簽了租界法案 我就承認我是你的附庸國了 因為他烏克蘭同意 因為沒辦法 你這個只有美國才能夠幫他 那美國的國會 現在參議院通過了 眾議院通過 總統一簽署以後 這個一生效之後 直接就片面的可以提供給烏克蘭 這些東西 所以接下來即便是把俄羅斯的軍隊 打走了之後 接下來烏克蘭未來所有的 包含國防政策 包含外交政策 可能都要聽美國的 那美國不就把這個手 腳全部都踩到烏克蘭了嗎 所以你說烏克蘭不用加入北約 他現在就成為北約的議員了 因為他不需要去加入北約 因為北約才25億美元 那我現在看你一件事 他為什麼要把中歐這些什麼T72 丟在那邊打 對未來的這個所謂的米格29 在那邊打 我根本就讓你俄羅斯的武器 根本在這次烏克蘭戰爭 把消耗光消耗光以後 我美國武器就進來了 是的 就是等於 騰龍換鳥的概念 所有的二字武器 就在戰場上打光之後 然後美字武器進來以後 整個東歐國家 未來也全部更新 全部換成美字武器 然後來對抗這個未來的俄羅斯 或是中國 在那邊打光 嘗47他